胡有力在江城县当了一辈子厂长 送走的领导不知有多少 因为收割机的事情赶走王城 他们已经算是超了完成任务了 所以不急 如果你们真生气就想想 现在胡国祥在厂里的风平 再想想 之前胡国祥在厂里 是什么地位就可以了 听陆商和这么说 众人的表情明显缓和了不少 我们明白了 所以说嘛 遇到事情先别急 对了 最近优质钢材是不是快没了 一听这个朱节又开始生气 胡国祥那个混蛋之前买的钢材 根本就是生铁 没法而用 报告交上去让他买新的 也没个回复 我看他就是故意为难我们 就是 看库存里面有500吨优质钢材 可是进去一看全是此等钢 甚至是生铁 听朱节等人这么说 陆商和反而内心窃喜 如果胡国祥真的消停一段时间 还真拿他没办法 不用生气 有优质钢就继续生产 没有那就休息 暂时先做其他的配件 可是陆副厂长不是说 要尽快完成目标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厂里的一些钢材 虽然不是优质钢 还是勉强可以用的 这种想法绝不能有 一次冲好那是断我们自己的路 难道你们想成为胡国祥那样的人吗 可是我们如果做不出的话 那任务目标怎么办 任务目标不急 现在首要目标是 扒掉胡国祥的底裤 让他完完全全的 把自己的丑陋展现出来 那时候谁要是想救他 那就得考虑考虑 会不会惹得一身骚了 听陆商和这么说 朱节等人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是这样 我们懂了 放心好了 任务目标完不成我在前面顶着呢 记住 材料绝不能打折 必须要优质钢 哪怕是县长来了 让你们换 你们也绝对不能换 必须要优质钢材 朱节等人明白 这是又一次和胡国祥的宣战 各个面色凝重 陆府厂长放心 只要没有优质钢材 我们哪怕停产也绝不妥协 对 到时候看他胡国祥能拿咱怎么办 好了 去领你们的奖金吧 此时胡国祥拿起电话打点孙乐 哟 祥哥 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没啥事 我这里需要一百吨钢材 有货吗 原来是要买钢材啊 不知祥哥要哪一种啊 当然是特等的国外进口钢材了 哈哈 还是老样子呗 三十块一吨的货 不错 这几天就要 速度能快些吗 如果要国内的钢材还真不好办 要国外的特等钢材 分分钟的事 行 那就尽快安排吧 说完胡国祥满脸笑容地放下了电话 只要这一单成了 少说有近万块进涨 一百块奖金而已 我胡国祥还不看在眼里 只要我还是副厂长 那么赚钱的路子 可不是你们这些小虾米能够了解的 次日 陆山河将朱杰叫到办公室 如果通知不变的话 今儿市里的领导就要来视察了 你和赵雷他们都说好了吧 您放心 我们就等这一天呢 这几天不是没好钢了吗 我就再用边角料做些小型的零件 行 今儿你多盯着点 只要领导到场 你们就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 问起来 就说刚才质量有问题 其余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 由我来 嗯 我知道了 行啊 去上班吧 让赵雷多注意些 嘱咐好朱杰后 陆山河直接拿出装有胡国祥犯罪证据的收据 等待市里领导来视察 很快 市里的领导来了 科技局副局长颜冰也来了 看到颜冰 胡国祥脸上的笑容更剩了几分 毕竟在他的心里 颜冰可比其他人重要得多了 好